12岁前不给孩子讲这7个规矩 就完了 第一个 想要什么东西的话 要好好的说 如果习惯用哭的 用生闷气的 只会让别人不懂你要什么 最后结果也不会好 这叫做有效沟通 第二个 遇到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 自己要先想一想 问题出在哪里 而不是先生气怪别人 这叫做自省能力 第三个 写作业的时候 要专心写 不要一边写一边玩 这样只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到时候学也学不好 玩也没玩到 这叫做专心 第四个 自己的用品要保管好 不要随便乱丢 东西坏了 要先修修看 不要想买就买 这个叫做珍惜物品 第五个 你答应过别人的事情 就要说到做到 没有办法做到的 你就不要承诺 说话算话的人 才能赢得别人的信任 这个叫被自己负责 第六个 别人的动作或是言语 让你觉得不舒服 你不要都以为只是在开玩笑 也不要默默的承受 开玩笑也要有界限 自己要学会避开 或者是请求别人帮忙 这叫做 预防霸凌 第七个 团体中有人在说别人的坏话 千万不要跟人去起哄 自己要学会先思考 先去求证 千万不要人云亦云 这样也是在保护自己 这叫做 思辨能力 这些规矩 要时常教育给孩子懂 对他们一生都很受用哦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